車頭被撞爛 車門扭曲變形 前方的擋風玻璃也因為強烈的撞擊而破裂 淒慘的景象 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球囊人員趕到現場查看肇事原因 發現是酒駕釀貨 還好駕駛並沒有大礙 還能夠自行站立行走 這是今天凌晨 發生在國道1號2.8公里處的 一起脫掉車自撞事故 命名43歲的無性脫掉駕駛 要到國道1號16公里處脫掉故障車時 一次因為酒駕精神不計 不到300公尺就自撞外側護欄後 談到內側護欄 再衝下外側邊撥水溝 車上物品散落一地 還波及到來往的車輛 警方到場發現無性駕駛沒有明顯的外傷 只是渾身酒氣坐在駕駛座內 酒測值竟然高達了0.67 被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 記者劉一璇 林春芳 台北報導